I'm feeling good 在大陆的他非常的担心 他就跟我分享他的心情 他说呢 现在上海的疫情又再度的爆发 尤其是徐汇区 现在是高风险区 他庆幸我们当时选择了回台湾 如果不然 我们现在想离开也不行 因为高风险区 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而且呢 他也开始担心 他这些案子做完之后 是不是会没有了工作 因为一直没有新的项目进来 也有朋友呢 他担心的不是疫情 也不是这个病会有多么大的传染力 而是他们常常要这样被关起来 然后无止境的做核酸 虽然核酸从六月底不用钱 七月底不用钱 到了八月底不用钱 现在又延长到九月底不用钱 是不用收费 但是整个作息都被打乱了 很多地方临时被封闭了 因此呢 很多人不敢下订单 下了订单也怕做不出来 也怕出不了货 因此呢 也造成了很多的影响 在这一次医乌的灾情 造成很多外地的贸易商们 取不了货 所以也出不了货 给其他的客户 造成了幸运上面有一些的受伤 这将是影响民生很大的问题 这边的上位者只在乎的是选举 一直不断的用战争做一个口号 不过人民也是有数字的 根本不相信大陆会打过来 也不在乎是不是统一这件事情 然而在大陆上海的这一边 因为之前的疫情 说关好七天 之后变成了六十天九十天 所以大家已经也对政府没有了信心 大家现在在乎的是疫情 大家的民生跟经济来源怎么办 这些上位者不要只看到自己 这边选择的是共存 所以造成死亡染疫的人数增加 而大陆这一边呢 地方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也怕染疫之后 有些人可能看不了病 因此就选择了清零 让大家关在家里不要出去 这样就避免染疫 其实呢 这样大家真的会乖乖听话 但是也造成了很多人 经济上的来源 开始出现了问题 那过后人民剩下什么呢 家人们 大家要顾好自己 选举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